大家好,这期给大家讲讲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些比较扯淡的一些细节 就讲说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跑到中国见了习近平,终于见了习近平 完了以后,习近平为了捍卫自己的面子,不宜搞一些雕虫小技 首先是站在一个地毯中央,然后看着布林肯像一条狗一样的一路都奔向细胞子 细胞子的块头挺大的,一个肚子一撅着,一脸的猪肉 在那里感觉到像龙年威武,感觉到堂堂的美国的国务卿像个田狗一样的奔向他 然后习近平那绝对是威争八方,还宇四海,那绝对牛逼哄哄是不是 这还不算,然后两个人握了一下手 是吧,完了以后就坐着说话,要听习主席的讲话 一般意义上,人家是国务卿,国务卿是美国最高的外交官 美国的国务卿向来都是具有很高的地位的 美国这个国家的制度是很有趣的 虽然说美国第一号人物是总统,第二号人物是副总统,第三号人物是众议院的议长 是吧,都这么说的,但是真正有权力的,真正能够说话算数的 真正能够影响世界的,其实就两个人,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国务卿 是吧,所以每次美国的国务卿来中国,不管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 他们都是要最高规格的国际这个外交领域来带他 那都是叫平起平坐,是吧,那绝对是这样子的 结果没想到习包子把这个布林肯招呼到座位上面 发现习包子一个端坐于云端之上,是不是 像这个中共中央他们自己开会一样的 习包子一个坐在最中间,是吧 其他的两边的人,其他的屌丝都分两边而坐 仔细的聆听习主席的凶话,都这种套路 他们想到吧,这种套路就放在外交场合 让布林肯这么一个堂堂的美国国务卿 像个小学生一样坐在旁边,还拿着一个本子在那里寄 没有,开玩笑,没拿本子 但是是坐在旁边,是吧 习主席政军为奏坐在中间,坐在农椅上面 这边是坐的是布林肯 是吧,这边坐的是王毅,是吧 习主席显得像宇宙皇帝一样的,是吧 像宇皇大帝一样的,坐在中间 这是个外交理议不着调的问题,是不是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然了,我昨天做了一些节目 首先是给布林肯几个下马威 完了以后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的恶习 就是我可以没饭吃 我可以没衣穿 我可以没炮打 但是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面子给hold住了 是吧,面子工程,面子文化 说中国的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用面子 这个东西,你的演示,你的解释 所以像我这种人,我活到三十出头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娘的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面子活着 你越是讲面子,你他娘的越没面子 你说是不是,所以后来老子就不干了 我觉得不行,活得太他妈的累了 而且毫无意义,老子要搞点实际的行为,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些个人出来以后 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 你过什么日子,没有人关心你 你过得穷也没有人看不起你 过得好也没有人羡慕你 你根本就没面子 你就本真的活着就行了嘛 好好的安宁的活着 相扶教子,或者是什么照顾妻儿老小 不就得了吗 中国人不是这么想的 中国人就是打死,我国家可以灭亡 是不是,我经济可以衰退 我的老百姓可以饿死,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家这个红朝的面子 习主席的面子一定要维护住 对吧 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我就特别来气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没什么太多意思 他为什么呢 他因为有一个历史的纵深感 和一个我们的内心深处的观念的愚蠢 和愚蠢的观念 九星第一,你为什么要这个面子 这个面子他能当饭吃吗 你为什么这么搞呢 有毛病吗 是不是 你为什么过去 你胡锦涛,你江泽民 包括你习近平 你习近平那个时候 当了总统 当了总书记以后 也有国务卿过来访问的呀 你都是平起平坐的呀 为什么这一次 你一定要把人家布林肯 就摁在椅子上 想个小学生一样的听你凶话呢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面子嘛 所以你了解点中国历史的人 你就会发现这种故事在中国历史上 那绝对隔一段时间又上演一次 就很搞笑是吧 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国人呢 这么几百年过去了 一点都没变 就让人觉得很傻叉 这个时候你骂也没用 是不是 你就老子惹不起 老子躲着去行吧 就像当年老子不干了 我走了 是不是 越走越远 老子不跟你玩了 让你们去面子去 是不是 你面子这几个乱钱呢 对不对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这个叫什么乾隆皇帝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的使团啊 叫马盖尔尼使团 是吧 然后马盖尔尼老师命名的 是吧 1792年 1792年 1892年 1992年 是吧 是吧 两百多年了 两三百年了都 是吧 然后呢 终于到达了我大清王朝 是吧 说当时这个英国派这个马盖尔尼使团的目的呢 是要打开东方与英国之间的贸易 是吧 与中国发展外交温习 是吧 完了以后呢 一起来建构人类的文明 是吧 而且最后呢 就是马盖尔尼呢 和他的使团呢 一开始在下面跟低级别的官僚在那里 默默唧唧唧见面聊天啊 后来终于就是得到了这个朝廷的认可 完了以后就说啊 可以了啊 可以建这个乾隆皇上了啊 然后呢 就准备建 最后呢 就有一件事情闹翻了 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建我们家 这个乾隆爷爷的时候 建我们皇上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理解 那必须要完成 就是你要下跪 那我们都说他下跪这个事情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啥也不是 你让我跪我就跪呗 因为中国人的膝盖都是屎做的嘛 是不是 但人家英国人的膝盖 那是什么 那是人格 那是尊严啊 那是信仰 不能下跪 是不是 跪这个东西不能跪 中国人是跪天跪地 跪爸爸 是吧 跪土地庙 跪小老婆 是吧 跪小老婆的阴谋 跪小三 那啥都跪 跪皇上 啥都跪 西方人不是的 西方人不能跪 我们读圣经的人就知道这个故事啊 比如说这个 伟大的保罗跑到西那去传基督的福音 然后他有特异功能 可以治病是吧 完了以后西那人一看 那还了得呀 这个人简直是天上下来的呀 是西那人的宙斯神呢 这太神奇了 是不是 然后就一起去跪在保罗的面前 然后就要喊保罗为宙斯 我的神呢 保罗他是个人嘛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是个人呢 只不过比较聪明而已了 然后呢 保罗就急了 然后就把自己的衣服撕开 是吧 你们不要这样做 你们为什么要跪我呢 我和你们一样的呀 也是一个人呐 人与人之间的不能下跪 所以你中国人听到这些个故事 你根本就根本就听不懂 是吧 根本就听不懂 写个意思啊 你脑子一蒙 是吧 然后你读了圣经创世纪 不读了圣经这个启示录 最后一卷书 然后约翰嘛 是不是约翰写的嘛 然后下来几个天使 约翰一看 哇 了不得了 约翰那个时候 已经是唯一大的基督徒 已经是非常聪明的 智慧的 人类最智慧的人 突然看见两个天使下来了 立马就跪下 是不是 立马就跪下 这时候天使怎么跟他说的 哟 你不要这样做啊 是不是 我和你一样 也是服侍者 是吧 我不是主 我不是上帝 我不是造物主 我是什么呀 我是 我和你一样 也是服侍上帝的人 你看到没有 不能下跪 即便是天使来了 你也不能下跪 是不是 那你想想 中国人见谁都跪 跪毛泽东 跪习近平 跪习近平的牙签 跪彭丽媛的大肚皮 什么都跪 所以逼着人家 这个外国的使节 马盖尔尼要跪前冬皇帝 不行 不能跪 是吧 就因为这个不能跪 所以导致这个 整个马盖尔尼的使团 的所有的请求 经济请求 外交请求 全部被拒绝 是吧 最后这是一场 具著名的 彻底的失败的外交 整个马盖尔尼使团 无功而返 这构成了一个重大的 一个历史实践 叫马盖尔尼世界 是吧 这些个事情 我们都听说过无数次了 但是你解释起来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你从来就没有一个人 像今天的苏老师这样 跟老师打引号的骗子 真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 像我这样的解释 为什么就不能下跪 你归下会死吗 中国的那些个历史学家 一个一个的说故事说的 是满口唾沫星子 你什么时候你能意识到 这个贵这个东西 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是不是 所以两百多年过去了 今天的中国 他还在搞这个事情 但是呢你说让逼着这个布林肯 那贵西包子 好像有点不大像话了 毕竟这个时间在往前推移嘛 对吧 但是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 来羞辱这个外交使节 羞辱人家的国务卿 虽然我知道这个布林肯 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啊 但是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 那是有礼节有规矩的 你不能搞这个事情 你换了规矩 你会要遭报应的 对吧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也需要讨论 需要便携 甚至北京这两天有人说 说这个其实吧 所以习近平一开始呢 是不想见这个布林肯的 后来布林肯呢 就态度比较好 是吧 后来王一就给习主席 就出主意 说这个布林肯态度挺好的 比较比较懂规矩 要不领导人家就见他一面吧 是勉强见的一面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想想 他现在有人就说了嘛 说布林肯这次访华是无功而返嘛 没有任何暖意 就是除了受到细胞子一堆人的一顿羞辱 没有任何意义 跟当年马盖尔利老师跑到 晚清跑到前冬皇帝面前 那是一毛一样 你说是不是 所以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他就是没有长进 所以你说 有些个傻叉一样的 他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讲 这么一个安静的话题 虽然也是一个热点 但是呢 非常的重要 这里面隐含着中国人 全部的错误都在里面 你听懂了 你听懂了 你听不懂 你再过5000年 你还是个傻叉 就像细胞子一样 是不是 谢谢 谢谢